第384章 古族驻地 叶涵听到孙不灭这话 他的眉头一皱 事情还是没有朝好的方面发展嘛 不过 叶涵也不意外就 既然是有人给他下了这个套 那么这个套的分量必须够大才行 分量太小 对他根本没有伤害力 叶涵道 这么快就查到了他的身份 会不会是有人将他的身份 故意泄露出来让我们知道的 有这个可能性 孙不灭说道 不过此人确实是古族中人 而且就是现任古族族长的亲弟弟 身份非同一般 但是这黄无量和其他古族中人不一样 喜欢在外面行走 很少回古族 这可能是因为他练古资质低下的原因所致 所以他才不想回古族 不过因为他是现任古族族长的亲弟弟 我们现在杀了他 只怕古族不会轻易罢手 这么说来 古族那边应该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吧 叶涵的眼角眯了起来 古族面对这个强大的艺术家族 那可比面对江玉堂要困难多了 事实也是如此 古族确实已经知道了 黄无量被人杀害的事情 因为炼古之人一般都会在族中留下自己的新古 这种新古和主人的性命相连 主人一旦死亡 新古同样会死 所以新古死了 古族里面的人自然也就知道 黄无量死了 只是 古族的人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谁杀了黄无量 他们常年隐居深山 炼制古虫 很少设施 想要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慢慢去查证了 老三的新古死了 看来他是遭人毒手了 在华中地区一处深山老林之中 这里有着一个壁市的小村落 村落里面的建筑十分复古 阁楼林立 如果一个现代人初次来到这里 只怕都会以为是穿越到了古代 村落里面 人来人往 好几十户人家家起来 起码有两三百口人 不过 这种村落之中看似热闹 暗地里却有着一股极为阴冷的气息 在散发出来 村庄周围的山坡上 随处可见各种蛇虫鼠蚁 甚至 成年人手臂粗大的巨蛇 在这里都能见到 不过村庄里面的人 对这种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 和这些蛇虫鼠蚁安然相处 此刻 在村庄里面一处显得威严的大殿上 一个面色冷立的中年男子冷着脸 眼神之中 有着冰冷刺骨的寒意在散发出来 黄无量的心骨死了 那么 证明离开这里的黄无量已经遭到了不测 大哥 老三为人向来刚愎自用 看来这一次 他在外面是惹上厉害的对手了 我们古族应该出山了 不然整个武林 只怕都快忘记了我们古族的存在 在大殿的下方 有着一个眼神如似毒蛇般的中年 这样冷酷地说道 文言 黄无邪的眼中同样闪烁着冷芒 他沉默了下 说道 我们古族不能轻易走出这里 这是祖训 我不能打破 不过老三的仇不能不报 不然外界的人还真以为我们古族是那么好欺负 二弟就由你出山去看一看到底是谁杀了二弟 若有机会将他带回来 我要亲自处置他 我知道了 大哥 黄无天点了点头 毒辣的脸上杀鸡滚滚 虽然黄无量在他们兄弟三人中 资质是最差的 时常被族人瞧不起 不过终究是他们的亲兄弟 他死了 不能不闻不问 爹 你和二叔再商量什么好玩的事情 貌似我好像听到二叔要出去 这时 大殿外面走进来了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子 女子的穿着打扮 有一种少数民族风味 头上还扎着一圈花式的布条 两只眼睛闪动着水晶般的光芒 俊俏的五官 给人一种灵动活泼般的感觉 看见走进来的年轻女子 黄无邪眉头一皱 严厉地说道 霓裳 我跟你二叔在商量正事了 你跑进来做什么 没大没小的 忘了族中规矩了 黄霓裳撇撇嘴说道 爹 你不要老是守着族中规矩那一套好不好 现在已经是新时代了 你那落后的思想要改一改了 臭丫头 爹还要你来教啊 面对自己这个宝贝女儿 黄无邪显得很无奈地摇了摇头 黄无天笑道 大哥 霓裳说的没错 你那套规矩似的改一改了 咱们古族一味的守旧 也不是长久之计 必须让武林知道我们古族的存在 黄无邪说道 好了 车远了 二弟 老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 记得出去了 要低调行事 大哥 我办事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杀害老三的凶手亲自抓回来 听到黄无邪和黄无天的对话 一旁的黄霓裳眼珠子转了转 说道 爹 不如让我陪二叔一起去如何 我的追踪谷在咱们古族中可是最厉害的 要是我去了 不出两天 我一定找到杀害三叔的凶手 黄霓裳的炼谷天赋 在古族之中 人尽皆知 他是一个炼谷奇才 年纪轻轻 就已经可以炼制出让古族中老一辈人都惊叹的玄谷 他的天赋是古族中公认的第一天才 古师炼制出来的古虫也有厉害之分 最厉害的是天谷 不过这种古虫如今基本上已经见不到了 如今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把天谷炼制出来 天谷之下是地谷 古族族长黄无邪炼制出来的古虫就属于地谷级别 地谷之下是玄谷 玄谷之下是黄谷 黄霓裳不过二十三四岁 就已经能够炼制出玄谷 这种天赋在古族的历史上都很难见到 见到黄无邪在沉默 黄霓裳顿时就显得有些撒娇地说道 哎呀 爹 你就答应我嘛 人家都有十几年没有出去过了 年复一年的在族中待下去 我都快和外面的世界脱轨了 大哥 应该让霓裳出去见一见外面的世面 他们这一辈人不能和我们相比 有必要去了解外面的一切 在黄霓裳的眼神示意下 黄无天在一旁帮着说道 闻言 黄无邪沉默了下 说道 好 霓裳 我可以答应 不过去了外面一切都得听你二叔的 帮助你二叔早日抓到杀害你三叔的凶手 还有 你必须记住出去了外面 阴阳和和谷不能随意使用 这关乎你将来 更关乎我谷足 明白吗 西西 知道了 爹 保证完成任务 黄霓裳开心地笑了起来 终于可以出去 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 他已经有十多年 没有离开过这里了